我们现在讲基本的求导公式与求导法则 这样写可能好一点 我们说derivative formula and rules 我们讲导书定义的时候 我们说了 我们求derivative 我们不太可能用到基本的 用到定义去求 那基本上是用formula来求 用它的基本求导公式 我们的定义 我们的derivative的定义 用来导出这些基本的公式之后 我们用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那我们先看有哪些基本的求导公式 第一个 第一个常数的derivative是等于0 第二个是密函数的导数 x的n次方是n乘上x的n-1次方 这n可以不是自然数 第三个是我们说三角函数 sinx的derivative 是cosx 那么cosx的derivative 是等于sinx 然后是tanx的derivative 是等于secand square x 那么cortanx 它的derivative是负的 cortsecand square x 我们看到三角函数 然后是secand x 是等于secand x 乘上tanx 然后cosx 然后cosx 它的derivative是等于负的cosx cosx 我们看到三角函数 这是cosx 这是cosx c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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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我们注意这个符号 三角函数,完了 我们有指数函数,e的x 这是自然对数 这个叫做什么指数函数 自然以E为底的这个指数函数 那么其他的常数为底的 这个指数函数的导数是我们A的X再乘上logA 11 我们以自然对数的这个导数是X分之一 其他底的函数的导数是等于X乘上logA分之一 好,那我们看到指数函数跟对数函数 全部在这儿了 那我们还有反三角函数 我们说3-1X就是3X的inverse function 我们经常写成og3X 这两个,og3X和3-1这个X这是一样的 就都是表示3X的反函数 这是等于根号下1-X平方分之一 那么cos-1,这个X,cos-1的inverse 也写成og3-1,也写成og3-1,也写成og3-1,cos3-x的divetor,这是负的 更好下1-X平方分之一 我们说的core都有个负号 对于反函数也是一样的 对于反函数也是一样的 那么cort,呃,tendent的inverse function 这是ArgTnx 它的derivative是等于1加上x平方分之1 而ArgCtnx ArgCtnx的derivative 这是负的1加上x平方分之1 这是我们基本的求道公式 另外ArgCtnx和ArgCtnx 我们用的比较少 我们主要是用的这些 这16个公式 这16个公式是我们常用的公式 这些公式最好是记住 当然不是说要背 我的建议是对这些公式 我们经常用 你多拿来求derivative 在求的过程中间 你不要不要频繁的去看这个公式 你求的时候先自己不看这个公式 能看能不能求得出来 能不能记得住 然后你确实记不住了 再来再来想一想 但是你看了一眼以后 最好自己用心去记一下 多练 这是16个公式 16个公式之后 我们有一些ruth 就是求derivative的一些法则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常数乘上一个函数 然后再求derivative 是可以把这个常数写 写到这个函数的外面去 把这个常数可以单独拿出来 然后求函数的derivative 第二个是两个函数的加减 这个derivative 是他们各自的derivative做加减 第三个是函数的相乘 然后再求导数 它是前一个函数的导数 乘上后一个函数 再加上后一个导数 乘上前一个函数的导数 这种其实我们可以 三个四个都是一样 都可以同样的方式 可以去算 三个的话 我们依次求其中一个导数 其他的两个不变 其他的不变 反正求其中一个导数 每次求一个 把所有的求完了 好 那就完了 再多也是一样的 反正每次求一个 这是相乘 叫做products入 除法 两个函数相除 它的求导 是分子的导数乘分母 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就是分母的导数乘分子 然后分母本身的平方 这个我们叫caution rule 就是商的这个求导法则 那基本上有了这些求导的公式 再加上这些rules 我们可以求一部分函数的derivative 我们找 我们来求derivative 例如说第一个fx是等于2的x加上logx减去3x再乘上一个 我们x平方乘上3x吧 第二个 那么如果fx是等于x平方减3x 这是x加上cosx 那我们怎么去求这样的 那我们怎么去求这样的 那我们再看啊 那我们再看啊 第三个 fx等于 x乘上3的inverse function 我们先算这几个吧 再加上cosx乘上logx 第四个 fx等于1的x乘上3x 我们先算这几个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fxderivative 它可以写成2的x再加上logx减上x平方3x 它整个的求derivative 那因为这是加减 那我们可以写成是2的x的derivative 再加上logx的derivative 再减去x平方再乘上3x 它的derivative 那么2的x 我们这是用的哪个公式啊 我们是用的是第十个公式 a的x的导数是等于ax乘上loga 所以2的x 所以是2的x的导数是2x乘上log2 那么logx这个是自然对数 所以是x分之1 好 那么最后这个它是两个函数相乘哦 我们不能分别相乘 分别求导数再相乘啊 我们要用product rule 第一个导数乘上第二个 和第二个的导数乘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的导数是2x 用x平方嘛 再乘上3x 再加上第二个的导数是cos x 乘上第一个导数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体 我们有加减还有乘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纯粹是除法 那这是x平方减上3x 这是x加上cos x 整个这个derivative 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它除法 所以分母的平方 是分母的平方 整个的平方啊 不能单独写平方 是整个分母的平方 好 分子的导数是2x-cos x 分子的导数乘分母 分母本身是x加上cos x 然后减去分母的导数乘分子 好 分子是x平方减3x 分母的导数 分母的导数是1-3x 因为是x的一次方它的导数 那么就是1 好 我们看第三个 fx导数 那么fx导数 那么x3-1x加上cos x乘上log x整个的导数 那么分别开来又是两个乘 所以是 所以是 第一项是第一个导数的导数是1 所以是3-1x 加上第二个导数的导数乘第一个导数 第一个导数的导数乘第二个导数 第一个导数的导数是-3x 再乘上第二个导数 再加上第二个导数乘第一个导数 这是我们第三个体 那么第四个 fx导数 这是e的x乘上3x的导数 那是乘法 第一个导数乘上第二个 再加上第二个导数乘上第一个 嗯 这是我们第一个 立体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立体 就导数 就导数 那我看一下 我们还有哪些没有练过呀 好 我们第一个 我们fx 等于 嗯 根号x 我们再加上根号x分之1 第二个 fx等于 嗯 x乘上根号x 嗯 再 加上 嗯 再加上根号 嗯 我们不写根号了 嗯 写根号吧 三次根号x乘上 二个tx 嗯 第三个 fx等于 嗯 secant x 啊 嗯 呃 呃 呃 Dy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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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ecant x 那我们看第一个题怎么办 根号怎么办呢 出现根号的话 我们都把它画成这个exponential方式 我们就不用 就用exponential的那个 不是power function 都画成power function 那么用power function的求到公式 那么根号x 根号x是等于x的二分之一 那么根号x分之一呢 那么我们知道在分母的话 这个 在分母的话 这个是负指数 所以是x的负二分之一 用这个方式来写 所以fx的导数 是等于x的二分之一 的导数 加上x的负二分之一的导数 所以是二分之一 x的二分 负二分之一 是二分之一减一嘛 再加上负的二分之一 x的负二分之三 因为是负二分之一减一 如果出现根式和分母的情况下 我们经常把它划成这个指数的形式 划成power function 就是密函数的形式 那么第二个 fx可以写成是首先是x的二分之三次法 再加上x的三分之一次法 再乘上tangent负一 x 所以它的导数 我们先用power function的公式 这是二分之三 x的二分之一 好 x三分之一 那么这是两个函数的相乘 我们用product入 对后面这一项用product入 所以是三分之一 x的负三分之二 乘上tangent负一 dx再加上x的三分之一 好 乘上1加上x的平方分之一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直接是 直接是那个 用product rule 第一个函数的导数是tangent的平方 乘上第二个函数 再加上第二个函数的导数乘上第一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不变 那第二个函数是 写错了 secant x的derivative是secant乘上tangent 所以是第一个函数的导数是secant x乘上tangent x 再乘上tangent x 这是第二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 这是第一个函数的导数 好 再加上第一个函数乘上第二个函数的导数 tangent x的导数是secant平方 所以是secant x乘上tangent x的平方 再加上secant x的力方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换一下 那我们在这也没必要了 那我们主要是展示一下怎么样去用这些公式 那么最后 fx导数 好,第一个函数的导数乘上第二个函数 再加上第一个函数的导数 再加上第一个函数乘上第二个函数的导数 和我们的基本的球是16个基本的球导公式 这些需要大家多练习来记录这些公式 这些公式在微积分里面 这16个基本公式就相当于是我们的99乘法表 就相当于我们99乘法表 那我们求积分的时候 相当于就乘法表的反过来应用 除法 这些基本公式如果不熟悉的话 那我们后面就会麻烦就比较多一点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 当然记得G的G公式不是靠背 而是靠多用 那我们基本公式和球导法则 所以我们就复习到这儿